嘿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有沒有看到對面的陣容啊 哇這個阿 阿木啊 再加上慈善啊 都被拿光光啦 那我們這一場呢 選了一個稍微是射手陣啊 但是呢 櫻木啊 卻在對方那邊啊 那我們只有一個赤木啊 可以搶籃板啊 但赤木對於這種高遠的籃板呢 可能掌握度不是非常高啊 所以這一場啊 算是一個苦戰啊好不好 那一樣呢 遇到阿木 我就拿藤真啊 出來對付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呢 該怎麼打啊 那這個跳球啊 就不會有太多的期待啊 不然等等啊 哥我的期待啊 不好笑 好 果然呢 球呢在櫻木手上 但我們也不用馬上追啊 只要注意啊 這個阿木啊 在靠近三分線的時候啊 盡量不要不要晃倒啊 用跳防的方式啊 那只能期待的隊友去補防 那像這種第一球的騎馬射箭啊 只要蓋到啊 就一定可以蓋下來啊 因為他不可能有帝王意識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 先往左再往右啊 來再重播一次 先騙你到左邊去尿尿 再回去右邊洗手一樣的套路 但很可惜啊 被系統制裁啊 那第一球空位不進啊 時常發生的事情啊 真低不爽啊 所以我最近啊 稍微要改一下自己的潛能 我想要用這個混合流啊 那三分啊 加十就好 鐘頭啊 多加一點 然後空位鐘頭給他點起來 那像這個第二球的話 就有可能有機會 但是一般的阿木啊 馬上使用一閃加上這個變換跳斗的時候啊 很有可能按不出來 來來看一下這一球 右邊啊 比比爾蓋茲他家庭院還大 所以直接走過來變換跳投跳右邊就好 其實面對阿木啊 找空檔啊 是很簡單的啊 那這一場呢 這個第二次跳 這空位跳投終於還給我了 那赤木這個 蓋啊 我就覺得有點小危險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阿木到底有沒有用大招啊 反正目前為止他是很難用 那三井那邊的話呢 被池上依舊守著 那我這邊就交給我跟阿木一對一啊 好 那這一球一樣會重播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這邊呢 三井接到球 這個轉身是有點危險的 因為阿木是可以抄掉的 而且他沒有馬上傳球 那不過呢 他這個卡位卡很好 讓我順利啊 投出了一個三分蛋 那對方也大概只剩阿木的這個帝王三分 能夠有三分啦 那只要呢 不要不要晃倒 基本上都還好 好 那對方阿木想到熊熊拔起來啊 再投了一個空位出手啊 因為那時候我站在他隔壁啊 所以呢 他跳的時候有點往前移 那我根本呢 就是沒辦法蓋到他 來下一球啊 大家看個仔細啊 有點細節在啊 我這邊接球往左邊再往右邊 再往左邊 這個時候旁邊一個空位啊 那我們慢慢的動作看一隻 我們有先往左邊再往右邊 然後之後再往左邊 這時候呢 櫻木已經跟不到我了 他在底線的位置 那這一個跳投呢 阿木也是跟不上 所以呢 再投出了一個空位啊 目前啊 前面七分啊 都由我來得啊 因為池上啊 把這個三井守住嘛 那這個球啊 對方的阿木的這個抗干擾能力 也是相當的高啊 怎麼干擾 怎麼進 怎麼干 怎麼進 好 那邊一開局 接球先往右邊走 翻櫻木在那邊 然後把球傳出去 三井這邊一個空檔 4 3 Yes 再一個三分蛋啊 這個三分蛋投出來 我就稍微的安心一點啊 因為對方啊 已經足足落後我們一個球權了 那這個 我覺得對方的阿木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這個變化跳投特別厲害啊 好像都還沒頭丟過啊 那三井這個轉身神奇的晃倒了 時尚 結果這一球居然沒進 被櫻木補到 那這邊的話呢 幫他做一個擋菜第二球空心 進 這是一個空心的空位球啊 剛才一個小細節就是啊 三井呢 在這個底角接球的時候 我趕快幫他卡一個位啊 雖然沒有卡到池上啊 但至少啊 干擾到他們的這個防守路線 我覺得這個阿木 這個變化跳投也太準嘛 比我準嘛 一百倍啊 好 注意下這一球 三井一個轉身球傳給我之後 左右左來直接拉出個空檔 再看一次傳給我之後 來騙一下左邊 再回去右邊 赤木沒卡到人 不過沒關係 幫我擋到人就好 不用卡到 有擋到就好 好 再投出一個空位投球啊 那最近的剩下的後面的空位投球啊 基本上都有進 還還可以啊 系統還算對我還不錯 好 那阿木這邊又想要騎馬射箭 你調皮啊 直接跟你barry啊 他現在不敢啊 沒有用帝王牆頭啊 被我抓到 那這一球啊 只要再投進啊 就是一個啊 奠定勝利的一個機會啊 那結果呢 這個球啊 被阿木截走啊 那阿木啊 現在都會帶超級 那這一球再給他扒下來啊 你還要不要用帝王牆頭 我發現他前面一定都沒用啊 那這一球可能就會用了 有沒有看到 連續三次 他應該就學乖了 好 來 大家仔細看一下下一球的細節哦 這邊呢 球呢 先給三井 之後我過來幫忙擋 擋住了池上 有沒有看到 再看一次哦 我過來擋 擋的池上一下 他來不及防守三井 直接大招加上空位 進 這個三分蛋絕對進了 那目前的對方現在落後我們兩個球權了 但我覺得時間還是有點早 還有兩分鐘 一切都很難說啊 好 那這個池上了又再一次騎馬射箭 不過這一球直接被他自己空位投出啊 有點尷尬啊 我們這個赤木 好啦 他可能也會想要強投啊 那這一場我們三井的三分球掌握度也不錯 那這邊的三井很漂亮啊 躲過了池上的大招 並且投進這個三分蛋 目前的比數呢 已經來到了領先五分啊兄弟 那這個阿牧呢 想要換我 想要進去裡面 應該是想要換這個赤木 帝王牆頭之類吧 他們現在往內打的話呢 就不太可能拿三分啊 這邊果然哇靠 直接帝王牆頭 這個帝王 那個樹頭被扒下來啊 我那時候就問我們家的赤木 哎幹你怎麼扒到 他說沒有 看有人走進了就把他扒下來 殺小 好 這個空位我們再看一次哦 來這邊接球之後 往右哎走一小步再直接往左 櫻木完全跟不到 因為我已經看到櫻木的位置太裡面了 所以呢我直接往左邊一跳 他是不可能連干擾都干擾不到 好啦 那這個比分啊 依依就維持著 結果這邊帝王嚇死我啊 差點就被人家投一個帝王三分 那這一球呢又是一個空位的 騎馬射箭 哇這個阿牧啊在這一場啊 這個騎馬射箭 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防守 哎呀前面看好太高啦 那這邊我看到三井一個空位 很可惜啊 沒有穿他手上 反而來丟給赤木 不過赤木這個大招 至少還是穩拿兩分啊 那現在時間呢還有一分鐘 現在領先著七分 好像池上池球一個假動作 往右邊晃 完全的一個空檔出手啊 沒問題啊 好像呢比分呢回到了五分差 還是有點小緊張啊 因為對方有阿牧要小心啊 好這邊一個假頭沾船 發現三井沒機會來注意一下 這邊左邊啊 依舊是夏威夷大海啊 這個櫻木這邊看傻啦 這個櫻木啊 肯定是拿著爆米花 在那邊欣賞我這個 行雲流水的進攻啊 好啦阿牧不相信現在還有大招 直接給你扒下來 那很可惜三井呢沒有抓到這一球 他如果地板球的話是 是可以抓到的 啊這個赤木再擋住這一球 實際上還有7秒鐘6秒 盡量不要被晃倒完了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帝王牆頭啊 所以也不用去蓋 雖然說好像有點事後諸葛 但是就是要安慰自己 沒錯人就是要懂得安慰自己 好那把球傳出去 三井一個轉身 Catch and shoot 你們看到我每次進攻的時候 我會把自己跟三井的距離拉開 為了就不是 就為了就是那個阿牧啊 不要過去騷擾我們家三井啊 不然的話三井很常有轉身啊 那這個干擾球還是進 阿牧這一場幾乎彈無虛發 要嘛被蓋掉要嘛就進啊 真的有點猛啊 不過我們現在領先的5分的優勢 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直接拉出來一個三分 很可惜這一球沒進 籃板呢被櫻木搶下 不過呢還有5分的領先 剩12秒 就算他投一個三分啊 也於事無補 直接後面一個追魂過 Labrum James來著 我完全都不知道這個 哎呦 這是一個 懂了他懂事 而且我發現了 他只要呢是位移之後的帝王牆頭 基本上 都投不出來 我看他位移 位移過後直接按變化跳頭 基本上都蓋得下來 他必須那種直接用帝王牆頭 才點的 出那個技能 知道直接跳變化跳頭 才點的出帝王牆頭 好啦那今天這一部影片呢 帶給大家 希望呢大家對這個藤真的進攻方式 有點 有些許的理解 那這一場呢一樣是有點久之前了 可能上個禮拜了吧 呃這個剛剛開服的時候 不是 新新賽季剛開始的時候 好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一下youtube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拜拜